今天我们要进行的事情 外赛 根据上期的比赛结果 拥有毛巾的舞者进入作品区 失去毛巾的选手进入挑战区 作品区的选手 将根据抽签顺序依次展示作品 获得4票直接晋级 只有49个晋级席位 有一半的人将被即刻淘汰 获得2票或3票 将接受挑战区选手的callout 有没有人不服 有人敢出来吗 去跳尚未区的作品音乐 其实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难的 他这个赛制是跳别人的音乐 这个有点可怕 如果他们得到了0票 会被直接淘汰 只获得1票的选手 也会被直接淘汰 确实这个赛制还有 整体的选手水平 跟网季比起来 今年太严峻了 选手的实力太强了 真的太太强了 超乎意料的强了 四季以来 这个赛段 相对来说 这是最残酷的一次 这个赛制压力太大了 最大的挑战来了 第四季以来是 比赛炎力太大了 散а力太大了 不得了